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某一面严重受伤的 把脑袋炸起来 因为它是一个自杀室炸带着一个环状的炸药 所以它的头是完整的 但是其他的被害人恐怕就是身体的某一侧受伤是比较严重的 用这个你可以大体上建立起当时那些人都站在什么位置 这样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对于判断谁是凶手非常重要 那是车辰方向吗 肯定是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它从技术层面说 它确实也做了一些改进 它报道上说大概7公斤的TNT 当然它没有说最后这个炸药是不是黑索金 就是西方人常用的C炸药或者C4什么这种炸药 但是它用了大量的钢珠 因为钢珠这个东西它远阻力小而且飞得快 这样的话你看一颗炸弹7公斤左右 大概就相当于一颗反坦克力雷或者12毫米的炮弹 一下炸伤了100多个人 炸死了35个 这个钢珠由于阻力小 如果是黑索金的话 黑索金大概是爆速是7000到8000每秒比 比TNT要快 TNT是5000到6000 这样的话你看钢珠飞快的穿过人脑袋的致命 那这人肯定就死了 那活不了 那就是说有35个钢珠是打了35个人的致命的地方 另外那堆钢珠又打了好像是180个人受伤吧 这个我就说 我说要是我是恐怖分子的话 你要讲技术 我就想如果是它这么容易就能炸的话 我干嘛不同时弄击出 这个问题连环炸呢 上回就是 对有一个问题就是恐怖分子的资源是有限的 第一个它的人力资源非常有限 就是你让他去这么干这件事 那不是谁都能去干得了的 不是黑寡妇挺多 对啊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不够用了 不是这个 因为这次是不是黑寡妇 我们是不知道从现在俄罗斯的呃就是所谓官透出的消息来说不是啊 但实际上就是你能可用的人蛋它是需要经过培训的这个培训的过程本身它就是产生成本的而且你还要事先保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多的人蛋可以给你用另外一个你也未必有那么多的精确领抱的装置可以给你用上一次在俄罗斯曾经出过这事你黑寡妇在这个办公在这个住宅楼里面做这个手机炸弹就炸了结果来了一个拜拜年的垃圾短信 把自己给炸了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那么还有一个因素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增大恐怖系的成功率最好是一个人怎么讲这个护法机关很难去侦查每一个人但是如果你瞬间几十个人都进来了对你刚才说一词我问你我怎么现在发现这个新闻报道俄罗斯都叫护法机构了对对什么是他的包括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警察包括他的国内安全总局包括他 他的这个内卫就是这是他整个所有除俄罗斯联邦军队以外因为军队不负责处理这些问题 这咱没解释就他的设法对这是因为车臣战争以来俄罗斯在这个情报整合和这个执法整合方面因为俄罗斯现在已经是这个问题他们内外战场是分不清的 他过去可以说我派内卫部队去打车臣在打格罗兹尼那么我的全部的指挥方向都在格罗兹尼我总部也在格罗兹尼但你现在要打你必须是总部在莫斯科因为车臣人在哪打你你不知道 那么你的防卫就不能光是内卫部队你要包括你的情报部门你的地方的这个国机甚至就我们这次看机场的安检管理部门都要被统一起来 所以至少车身战争之后俄罗斯的一个就是整个国家社会控制的强力部门的整合水平是要比以前高得多的 他没有成立国土安全部像美国那种国土安全部但他有类似性质的这种跨部门的机构这是对你国土很可能遭到恐怖期的国家一个必须的这样的一个联合机构 否则你是应付不了那怎么我听有的那个到莫斯科的中国人就说啊说在莫斯科要弄这种爆炸很容易呢 对不是其实也不是很容易他自己觉得很容易其实莫斯科的这个各个地方的警察比如说车臣人皮肤黑呀或者什么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在监视的比中国要言得多 但是现在这个事呢就刚才说海灵说的那个对方就是有点这个道高意识魔高意识对方也在做 其实对方的这个恐怖的现在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说如果是黑锁金的话有可能是西方因为西方有的时候跟车臣原来是支持车臣的 到西方能支持他们搞这个袭击 原来一直就是包括在英国还有很多车臣的叛逃就在那养着这些人 后来俄罗斯跟美国交涉了很长时间才把它定成恐怖组织 原来就是有点像支持我们江独那个分裂势力啊这是大国之间政治问题 那么这个组织现在也跟咱们这个大学里下课题一样 就是班他拿一笔钱比如有人想在这站拿来然后竞标 拿出谁手里有黑寡妇训练有素的黑寡妇然后把这个拿下来 拿下来二包把这钱拿了分给亲属什么的他自己也赚一笔 然后再安排这个事整个这套管理是很细的 在西欧啊是有这种车臣人的凌亡组织的那么他会负责通西方的这个人权机构去接触 然后他在对他在通过我们我们注意到西方人权机构能支持他们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这一次的这个莫斯科恐怖栖机之后我们去看这个媒体的评论和这个智库的分析啊 最好玩的事情就在这我们的角度会说那么这是一个反恐反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对这个莫斯科人民表示同情 但是很多美国特别是研究车臣问题的这个智库他的这个语气非常有趣他说的是我们对莫斯科人民表示同情 但我们很担心普京会利用这个机会去加大对北高加索的这个镇压活动 他的这个立场你是完全能够听出来的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有预设立场的哎你看最近这个俄罗斯有一个首富就掌握掌握掌握事由那个被判刑叫什么 普多尔科夫自己这人真是有了钱对不离开俄国就跟你死磕啊对要要要要要从政呢结果到最后这个判他就是不让他参选嘛对西方也是这么说说普京你这个叫有选择性执法我们对你这个状况很担心对所以说这一次 这个因为每当俄罗斯要干点什么事的时候车臣会刺激一下往回拽一拽就用这种人弹啊当然咱咱们一开始说的是他技术层面的东西那么从战略上来说到底是谁指使这件事要去最终指向普京对普京是一种战略攻击因为普京可能会比如大选啊等等等等问题最近又弄出什么私生子啊就是媒体造谣他就是普京还有这情况不是不是没有其实是人家一个就是什么体操运动员 跟普京比较近吧就是说等于也是从政了人家跟一个侄子照的像最后说是普京的什么就反正就造谣吧呃就是不喜欢普京的人那么因为普京对车臣99年确实也打过仗也对车臣也打过后来也安排了一些事啊把车臣算是平下来了后来才有海里说的那套改革就是我军队不上了我用护法部门来建立一套机制房里 而应该说反正还算比较成功其实比原来要好得多了就是俄罗斯应该说在这方面你想他跟这个车臣人打了几百年他都情报内线什么的就是 就是爆炸这件事我们知道可能排除了几百件了一下哦就是查了对护法机构还是很有用的咱们先记下广告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不过这个有护法的就有做法的呀对这个车臣问到我问你一下叶老师你比如说假如我是普京的话啊你就车臣这个改善人民生活不行吗多给点钱让你们过好日子你这这还不过日子了其实这个俄罗斯历史上就是对于一个民族分离区域啊基本上从一个帝国的角度来说就是脚和俯那只不过你什么时候脚 什么时候辅的问题斯大林以前的俄罗斯在车臣绞了好几百年了那么斯大林的办法就是干脆把你们全都挪到哈萨克斯塔就完了嗯但是赫鲁晓夫做的是最多的在所有的俄罗斯的这个中央执政者当中赫鲁晓夫为车臣人做的最多他把车臣全部请回来把房子发给你们让重新去让你们建立家园按说这应该是给他车臣的一个利好消息了吧嗯但之后的就是车臣的独立运动一下子就行了就这个问题在于你你已经伤害了 你怎么能指望说你给他一点好处他就说我原谅你了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平等生活的这个大家庭的一个平等成员这根本就不现实他还给你还有一笔仇要算呢而且如果你一直压得住他他这个仇还算不了但是只要你给他一个机会就92年苏联是最衰落的时候那车臣的军队甚至能把俄罗斯军队打出去96年为什么会有第一次车臣战争的结束俄罗斯跟车臣几乎签了一个 非常屈辱的条约就是五年以后我们再讨论你独立的问题就你连这个话题都谈得到可见当时的车臣的这个状况就已经非常烂那么你这个烂的状况跟赫鲁晓夫在之后为了补偿车臣那种心态是非常有关系的你补偿的结果是伤害了周围的燕古石人达基斯坦人以及在当地的俄罗斯人因为俄罗斯人是在斯大林流放了这些车臣以后已经搬到他们家里去住了你可以说这个搬本身不是一个合法的行为但问题是他们是在那儿 住了好长一段时间四十年代的时候流放走的五七年才回来十几年孩子都生在那儿然后现在赫鲁晓夫说你们都得搬出去那你一下子这个人口构成和你的民族关系就变了而且那些到了车臣生活的俄罗斯人他们能跟这些车臣人有友好的合作关系根本就不可能而且你说他就这个民族出这些个死事对就是他是一种什么性格这是我我觉得他们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车臣这些人包括他这些女性就是黑寡妇这个其实最早的是莫斯科剧院那一次比较典型对吧他们当然人家有就是说咱们不把那个历史长度拉太长的话那就是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因为他前面说96年那一次是伊列钦打败了而且重型部队全上包括特巴林那种燃气轮机的坦克的就让车臣打稀了哗啦因为车臣有很多俄罗斯军队的人他那些头 本身在俄罗斯军队里当师长当什么 我连武器带指挥全套而且他们就是本来在 苏联军队里就是能打仗的 就是苏联打败 对最后这帮子人 那么后来第二次车臣战争普京确实下了狠手 当然杀有一些男性被杀了 当然也西方有一些统计啊说多少多少造成多少多少寡妇 上次好像就是一个老婆带着的小姑子是吧 小姑子俩人吧 上次咱们做的那期节目 那么这些人呢 他当然他也有一套培训机制 现在也很现代化了 就是通过扫谁 说服你给你加多少钱 你去当死士 不是说那个很原始的我就要报仇了 现在有一套培训的机制了 我上次看一个片子还讲啊 我觉得这还真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行动 就我看那片子就说他恐怖分子还有一点手法啊 你那个起爆器啊 是抓在手里的 后边跟着一个狙击手藏在面包车里 瞄着你 如果你临时后悔了或者是什么 一枪打死你 你手一松也炸了 他不用 上一次就是这样 他的起爆不是那两个人起爆 起爆器是手机 他只要给你发一个短信过来就可以 实际上 指挥者 跑都跑不了 对 这个其实你跑不跑没有意义 因为炸弹在你身上是解不开的 然后你手机带在身上 然后手机一过来 因为短信一过来一通电 就可以炸了 而这个过来的过程 其实什么时候想 他完全是在他的这个原控制范围 认为你在这个范围内的杀伤效果最好 我这时候把短信拨过来 但这样有一个风险 就是万一有人再给你拨一个短信在前面 你怎么办 就是上一次出的这个事故 发个垃圾短信 所以在我们国家 垃圾短信还是有贡献的 过年群发短信 可能能阻止这个 这是我就说像车臣这个 他是有一个中心的这种反对派 还是有很多山头的 曾经有过一个中心 但现在应该说 因为第二次车臣战争以后 普京的攻击还是很大的 那么把这些人打散了 但是车臣的问题是 车臣在过去已经出了好多个这样的领袖人物 被打掉一个就再出一个 因为他的不足体制 实际上本身在反抗俄罗斯这个问题上 他就有一个争权独立的过程 就是像巴基斯坦的 塔利班什么都一样 塔利班一样 就是说我如果不干得最漂亮 干得最狠 在这个地方我就不能当头 我不能当头 我怎么去收税 因为他的财政支持 包括国外的资金来源 以及包括从国内百姓中 收取了这笔战争的所谓战争税 你是要根据你的功绩来衡量 看谁那一票干得最狠 那么你就有可能成为最有利的一方 这个根子跟美国人有关系 就是79年苏联进到阿富汗 然后美国人中央情报局 就找了很多车臣人培训 就抗苏 然后这伙子人最后就都经过训练了 这套东西是个积累过程 是个渐变过程 你说他这个水平也好 培训黑寡部也好 怎么弄你 反正邓别人 一开始都用苏联人 就是美国人支持 包括拉登实际上也是那会儿的 一直涨到现在 后来车臣这个地方成了个石油 是个宝币 所以就更加这些人就说 你们要拿回来 就很多江族也受这些奖 说你们新疆要独立了 你用这个东西 西方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其中也包括西方 所以俄罗斯在鉴定这个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有一些土炸药 他就认为是本土的这些人 独立分子干的 有一些像黑索金这种高爆的这种炸药 他认为是西方有一些组织给的 所以他的这个出钱的人也很复杂 俄罗斯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困难 就是车臣并不是一个全部被包在俄罗斯领土 一个这样的一个自治共和国 他有一部分领土是跟格鲁吉亚是相邻的 那么这一部分领土 除非俄罗斯军队打进车臣 并且把这部分领土给他接断 否则的话 你这个源源不断的武器 炸药这些包括人员资金 就从格鲁吉亚就过来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历史的讽刺 就当时俄军在彼得大帝时期 为什么会去打车臣 打印骨石 就打这个外高加索的穆斯林区 是为了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是两个基督教国家 一个是新教的 一个是东正教的 那么彼得大帝的俄国 为了建立他的这个威信 他必须要打出我要解放被压迫的基督徒 算是挑了两个方向 一个是奔着黑海去打奥斯曼土耳其 那么就解放这个保洁利亚这些国家 那么这些是东正教徒 这是他的神圣义务 另一个就是奔着高加索去 去解放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因为为了这个原因 他去打了这个车臣 打了车臣背后的奥斯曼土耳其和波斯 这当然他有他的帝国野心 他的帝国野心是从波斯和奥斯曼土耳其 切上了一块 但这个是他的理由 而这个理由在当年使得俄罗斯 在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心目中的形象是非常好的 但现在两百年过去以后 格鲁吉亚成了俄罗斯的死敌 去帮助当年打他们的车臣人去共同打俄罗斯 这就是帝国衰落 帝国衰落以后 你所有的盟友都是你的敌人 咱们那个清末帝国衰落 就签一个什么条约 什么异合团反了 签一个什么条约 什么太平天国出来了 最后签一个条约 呱唧帝国垮了 看来你强的时候反倒他们怂 你弱了的时候 你死敌 哎呦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你要这么说 世界上有的问题就是不能解决的 就是你和比说一个民族性的 这么跟你伪敌 你又是一个所谓的现代化国家 莫斯科首都还要过着和平生活 我觉得那边就一直跟你这么见缝插针的 跟你来这个你没办法 你好比说普京说那么铁腕 对 他敢完全的就把你占领了吗 这能解决问题吗 他是敢 但他能力上不行 对 这个敢和做得到是两回事 普京不是不想的 但是以今天的俄军的战斗力和动员能力来说 你还能不能控制外高架索的这个 就是北高架索的整个这一片地区 恐怕是在技术上他做不到 最强的时候是应该是斯大林的时候 在斯大林时期他是做到了 做到了 他你要是没有西方干预的话 就这军事力量 他的比他 如果你打 问题是你不可能没有西方干预 对 而且你像当时斯大林 因为斯大林就是各路加人 对 他太熟悉这个车臣 而且他办法就是迁走 对吧 一部分西伯利亚 一部分哈萨斯特达 其实你看得出来 斯大林的这个办法就说明他已经承认我打不过你 对 我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治理你 我只有把他做到人地分离 对 人地分离了以后弄到哈萨克去了 按说斯大林这问题已经结束了 结果车臣人搬到哈萨克以后 在哈萨克斯坦惹出了非常大的麻烦 就是索尔人亲的小说 在古拉格群岛里谈到了 专门谈到了 被斯大林所有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各民族的差异 其中他就着力去描写车臣人 不买房子不置地 开出租车 开出租车 开卡车 游牧 就是说除了开车这件事 剩下的人 在剩下的所有职业 在车臣人看来 这个职业都不受人尊敬 只有开车是可以的 因为它符合勇牧民族的天性 然后好勇斗狠 在哈萨克斯坦就闹说过 说车臣人按血亲复仇的这种方式 来犯下刑事犯罪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苏联 就是斯大林的苏联有多强大 那个时候的哈萨克斯坦 当地的苏维埃机关都不敢去管 在斯大林的统治下 都有人敢用这种不足方式 来解决他们的争斗 何况在赫鲁晓夫以后的苏联 这是个战士民族 是吗 当然他也就没有任何贡献 走到极端是这样的方式 你比如说 即便你压得比较重 他贩毒 比如说他做一些犯罪组织 那么现在这次爆炸之后 普京有个讲话 除了要间接打击之外 他说要搞 因为就像你说的 有没有没办法 你也得做 就是给钱 安抚 然后让他经济形成内在的循环 其实中国我觉得做的还不错 有些地方 比如说让他学汉语 学汉语 然后了解工业化 上完学就业 他就拿汉族的这些工作 上学 然后形成自我的经济循环 这样的话慢慢的通话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我老觉得要日子过好了 这个腐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但是车臣正式的被并入俄罗斯帝国 也就是一八五几年的事情 完全被俄罗斯化财一八九七年 也就是这个账到一九二二年的时候 车臣就已经变成苏维埃的一部分了 实际上俄罗斯传统在车臣非常短 他这个账我们不要认为这是车臣是三百多年的俄罗斯领土 他是三百多年的俄罗斯领土 两百多年在打仗 实际上从二二年以后还在打仗 人的分分钟愿意去死的情况下 他是不是活得有点生不如死 关键这个地方是这样 如果说他不是个石油通道 或者西方人没有给他钱 那他是不是用别的方式来生存 比如说我们说的巴西的城市平民 你最后都破产的农民进到城里待着 我用贩毒的方式向中产阶级收税 对吧 你富人不给我工作 你孩子吸毒吧 我总能活最后还都有机枪了 对吧 而且你就像是中国古人讲的 这个这属于民不畏死 他怎么不怕死呢 这是伊斯兰教传到车臣以后的一个主要的政治 就是说他的把血亲复仇的一些不足传统 和伊斯兰教的殉道精神结合在一起的 这是有宗教教义在里边的 跟那个地缘估计山水都水土都有关系 而且就是你说的那个地方 那个山地的那些人长得非常彪患 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比如说看到 我们有一些疆独分子当中也有这样 而且是还不是出新疆的 就哪个个别地区的 这种地方的人还真是民性啊 就非常 现在话以后就不一定了 对 靠几百年的时间 否则的话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当年希腊 当年雅典的斯巴达人也是不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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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